這幾天連續到幾天的大火 也讓10萬水口的缺水量達到百分之九十一 營造南部水煮完結 從中到12點開始 將水口原來每秒50公尺的放水量 增加到每秒350公尺的放水量 再接下來每一點進H租增加 有價增加到950公尺 大概會在950每秒立方公尺的這個流量 那我們未來就是說看如果水位回降到226 那我們大概就會來開始關閉閘門 轉為發電放水這樣子來調整這個放流量 那在這一波的這個西南氣流 或者是說未來的一個颱風過後 我們希望你這溫水庫的這個水位的話 我們可以回去到228以上 前一陣子沒落後現在一時就落了這麼多火水 後終於兩年沒有下風的十文水庫 總算再一次出版水 也許未知民眾高級有關 在南地的緊張 因為畢竟曾文水庫台灣最大的 對啊 因為它已經將近兩年的時間沒有放水 對 我們昨天有上網查一下 將近兩年沒有放水 所以還蠻期待這次的 對啊 之前不是缺水嗎 就難得現在還有泄洪的機會 趕快過來看一下 西湖水里教在這裡 南區水族安教的有沒有統治了後 在11點的時候 夜間沒發上簡訊 統治下有上官單位 提起平常我們在河邊 注意主信安全 南地新聞 綜合報道 MING PAO N000